音樂 我是港區全國人代代表 我是秋北 我是港區人代代表陸瑞安 我是港區人代代表吳亮星 我是全國人代代表郝曉明 我是全國政協會員吳孟營 我是易志明 是全國政協委員 很多人通過選舉制度的流動 轉到管治架構 而導致搞了很多亂象亂局 人大做了個決定 幫助香港去完善選舉制度 所以大家都很認同 我認為這一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準備 也是對體現愛國者治港 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大家都討論得很熱烈 我覺得其實真是一個長治久安的方法 令到香港政局可以穩定 大家真是專心回去做回香港 日後之後可以重振經濟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案 很高興中央政府決定去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 去作出一個我認為是非常恰當的修訂 我相信對香港長遠發展是絕對有幫助的 這個決定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大會上是以高票通過了 在通過的時候 全國人大就是2900多個代表 以長達一分鐘熱烈的掌聲 去表達那種支持 2895票支持 沒有人反對 非常令人激動 這是一個很長的掌聲 可以感受到全國人民 其實都很關心香港 掌聲對動 通過的時候 差不多兩分鐘的鼓掌 在場的差不多三千名人大代表 代表了全中國十四億人口 包括香港選擇人民在內 大家是擁護這個決定和支持的 這個決定來講 對香港是很重要的 使得香港可以撥亂反正 凡西道理就能保障了 我們入口當居樂業 十四五規劃 今年是一個開局之年 我們都看到十三五規劃 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雖然是面對疫情這麼嚴重 但是我們能夠 是戰勝了這個疫情 另外呢 還可以完成了十四五規劃裡面的任務 特別是脫貧 這個呢 取得的成就是很偉大的 我們怎麼樣能夠利用大灣區的發展 對香港未來作為一個對外的窗口 國家所需 香港所藏 這個也是一個國家發展大局 融入的重要性 在方方面面 經濟質量 生活質量 我們的科技 以至到我們的社會 是會進一步高質地去發展的 那希望呢 我們能夠去承住 我們國家這個發展的機遇 是令到香港發展更加好的 繼續鞏固香港那個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和這個航運中心 這個是和內地 繼續在創科方面 那個聯想的發展 就是利用著香港現有的優勢 那我們應該香港如何去配合呢 相信大家要繼續努力 國家投入科技的資源都很豐富很多 那香港其實應該很多這些人才 怎樣去參與這個 尤其是大灣區 深圳其實是在科技創新 其實有全中國很多人才的聚集地方 那香港商界的金融方面 其實大家共同合作 應該可以發揮這個作業很大的 我相信香港未來 特別你們年輕人 工作機會會越來越大 投資者就越來越有信心 會有很多沿途的國家 在一帶一路方面 參與我們很多的建設 在專業和航國業都會得到利益的 將香港要打造成一個國際的航空樞紐 如果我是搞旅遊的 航空很重要的 在這方面來說 機遇很多 但是我們就必須聚精會神 中央能夠下這麼大的決心 讓香港的契機 真真正正正 就是香港回復適正的光輝 會不會 會不會 為止 會不會